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我都很想再和你聊一聊 這個星期六 我想約你出外出吃頓飯 如果你是能夠去的 請你將電燈開關兩次 如果你是沒空 就請你開關一次 我在隔離房等你答覆 搶一個人 是最 quoted 你的男人 你是最 disk主的 我本來沒空 在關了一個人 我幫你去世界 我沒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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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不早回來 今天是星期六 沒有去其他地方玩嗎 沒有興趣去玩 為甚麼 不知道為甚麼 你一來了之後 紫薇園好像變了 變了 是,變得很溫暖 我一下班就想回家了 關我甚麼事 我說你變了是真的 那也許是 電話 二哥 你也這麼勤力 零一 今晚星期六 替你出去跳 妹妹 你不喜歡去嗎 不是 剛才那晚我有點事 約了人嗎 是 推不出了 不推得了 總是約了我 大哥 大哥 他怎麼騙他 對不起,學師 不要緊 不騙我,明晚陪你玩 好 不過你別告訴大哥 我約過你 我知道 進來 易小姐 為甚麼還沒換衣服 是我今晚 我不準備去街 你那晚不是寫封信約了我嗎 是 我本來是約了你的 但我知道學師 今天又約你 我已經推了他 我知道 不過 我會心想 我覺得你和學師一齊 總比同學一齊 開心得多 所以我又和你約了學師 易小姐 請你千萬不要誤會 我不是不寫你和你出去 我去一齊玩 我知道和你一齊 我是會很開心的 不過 我知道我自己 我不會令人歡樂 那 那個何苦所在是歡樂 那你以為甚麼人可以令我歡樂 你怎麼知道你自己不能令我歡樂 我知道你和我一齊我都會開心 總之 為甚麼你要這麼自卑呢 為甚麼你要隔離開別人來磨擦自己呢 你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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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麼自卑呢 你怎麼這麼自卑呢 你怎麼這樣 你怎麼這麼自卑呢 你怎麼這麼自卑呢 你怎麼應該會 你怎麼這麼自mエ... 你怎麼自卑呢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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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非常幸運 我讀書時經常跟我爸爸張惠友進去片場看牌 於是跟一班小叔伯就很熟悉 1955年的時候我肥虎羊 下來香港停學一年 吳迴導演說我叫寶仔 不過你不要叫我叫我死了 因為都是不阻犯 白眼 吳迴那些人叫 他說寶仔 你是不是很喜歡拍電影 我叫寶仔 寶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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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寶仔 寶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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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做副導演 做了一年 第二年就巡劍叫我跟他 他說又跟了巡劍一年 到第三年就跟我們去公司說 喂 我們是擴大公司 你想不想做導演 23歲老虎也想吃一隻 甚麼不夠膽 現在就不夠膽 32歲就不夠膽 那又去做 又吃又可以了 一直都是跟公司簽約的 不用我自己煩的 拍完一套又一套 拍完一套又一套 一直到我 現在我都未煩過 因為為甚麼呢 我一到電影導演不做 就入了TV做藝員 有空就回去 嘆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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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發出來 因為一進去 接了挪維一套電影 叫火拼 其中是六個大的男女主角 那套電影拍得挺好的 接著下來就拍艾勞 然後一路到完結之後 只是去過台灣拍過一部電影 叫煙與邪羊回來 又在邵氏簽了八年的合約 我在邵氏做了十五年工 全部都是數過兩次 九個月沒有去開 衰了兩岳 接著就一路都很順利很順利 我都是喜歡拍一些寫實的電影 好像《可憐天下父母心》那些 其次都寫人性的電影 即所謂文藝片 但是最不懂拍的就是無合片 為甚麼我賺了錢最多的就是無合片 我拍戲是每天都脆的 因為我是全…可以說是全香港最玩得的導演 亦都最不嚴肅的導演 所以我們在我們片場裏面 妙脆橫生 脆事講不完 那個主要就是這樣 其實《流星活》片之前我還有一部比較好的幕後裏面 就是《愛勞》 是拍得不錯的 但是《愛勞》之後又無以為計了 結果我又衰到九個月沒有去開 因為電影不賣錢 老闆就硬去各個劇本都不通過我 結果有一天去吃飯 我又不通過了劇本 剛巧是鮫匡先生在這裡 鮫匡先生就說 你很喜歡古龍的小說嗎 我說 老闆也說是 武器開九個月 他現在寫了一部《流星活碟劍》 說明是偷教父的 寫得很好的 你喜不喜歡嗎 我沒看過的 老闆也說喜歡武器 那六三王說 你喜歡嗎 寫了一部劇本給他拍 於是便拍出一部《流星活碟劍》 誰知道這部劇的拍法 我跟以前的母日片不同 因為我注重了人性和人情方面 例如愛情、友情和人性 有很多東西加進去 變成另一種比較有戲劇性的武器片 所以成了一種潮流 古龍是一個非常好的武器小說家 他寫的人物的人性是很突出的 好像富鴻雪 《天涯明》也有富鴻雪 白老虎的趙毛崖 趙毛記 還有《流星活碟劍》裏面的 《孟星雲》、《韓堂》 每個都寫得非常非常好 他的人物性格 同時是人性的衝突 以及故事的曲折離奇 非常適合拍電影 我拍片不只是打 我只是標榜演員如何調威也 你拖一刀拖過來 我一刀拖成獎 我只要把武俠 只不過是人物來 我拍的仍然是整個故事 是有血有肉的 淒離止散 或者為有報仇 或者有很多陰謀 半國陰謀 兩個家族報仇 其中白老虎有一句挺好的 他為了和我父親報仇 他父親一個人死 他死了幾千人去報仇 家族死了幾千人去報仇 到最後 那些人本來做民主的時候 他就說 我不做了 因為我沒有東西再可以犧牲 是挺好的 因為中國的武俠片 我經常都說 武俠片不只是武俠面武俠 不是說要寫這個武俠 把建記 不是要寫那個武俠 船風腿多厲害 應該在他的武俠 只不過是人物 只不過故事裏面的人物 但故事應該交代東西 你的故事是說什麼 故事說的是 與人為善 或者是教道德觀念給別人 裡面有一個中心思想 就不是說 只是飛來飛去釣幾條威也 飛蟬走壁 踩幾塊竹魚 不只是這樣 很早有了 1960年後 張哲 已經用羅家良唐佳 我很後期才用 因為我現在用的 是用袁和平和他弟弟 在九十七度 跟社会一样,不断进步了 以前的摩托片就是两条威亚,四张弹床就搞定了 但现在有七八十条威亚,再加上电脑特技 这件事我们以前想都没想过 所以拍出来的摩托片就直接跟我们那时候没得比 现在看起来我们好像纸扎的,都不像摩托片 傅大侠,孔雀灵的威力你听说过没有? 庄主,我听说过 传说中,孔雀灵在发射的一刹那是有一种神秘而美丽的光芒 就连死去的人也不知怎么样死法 而且从没有人能闭着过他 杂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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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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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我都很少看香港電影 不過我覺得香港電影工作者 絕不輸遍給世界任何一個國內的人 他們有他們的思想 他們有他們的理念 同時他們對鏡頭表達的事 是很出毀的 譬如你說 打就打 玻璃照面 碰過的就照面 碰過的玻璃 同時香港的武師 很熬得 很熬得 真的 我還記得有個鏡頭 熊金全做導演 在二樓和樓梯跌下來 踏了一條樓梯環 人整條腰踏到樓梯環 接著跌到鋼琴 散了才停 你說 在二樓跌下樓梯環 整條腰都七七八八 還要跌到鋼琴 跌散的鋼琴 你說是不是很出色 我想 香港有的東西 外國片都有 外國片有的東西 香港亦都有 電影是一樣東西 不會分為你 不會分為外國 還是香港 只不過外國 不值大 可以拍一條街爆炸 整條街封了馬路 讓你爆炸 香港暫時拍不到 但我們香港有 香港人的聰明和精靈 我想 你用一千萬拍的東西 我用一百萬拍出來 香港人在這裏 武術指導好 武術指導 我還記得 真的沒有打得那麼久 我想這也是 由張哲開始習慣了下來 張哲不是 經常都是 姜大維 敵龍打幾千人 敵龍盤著一條腸 拔了出來 還可以打幾百人 那時候一路圍下來 人們也喜歡看 那些 好像李小龍的 硬琴硬碼 成龍的雜傻功夫 都很喜歡看這些 Bruce Lee 他將功夫片 帶到全世界 將中國的功夫片 帶到全世界 每一個角 我最好笑 去到歐洲 游浮 一看 李小龍八角這麼多套戲 整三十套 連世界都出來 他全部都是 Bruce Lee's cousin 每個男主角都是 Bruce Lee's cousin 全部都是 李小龍的表兄弟 全部都是 李小龍的名字 應該是 李小龍死了之後 成龍出現了 再到 張哲律 坐完的刀剑片 那時候 才分析出 武器片 和功夫片 功夫片 就是拳腳 武器片 就是刀剑的 就是刀剑的 你居然向我下毒 不 不是我 我 我宰了你 不是我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 你居然向你 嚇嚇嚇嚇嚇 帝龍 是我 合作較多的 男醫院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好人 而且 工作態度也非常好 他優勝的條件 就是他的外形 假裝起來 就整個大學 都不用做 站起來 人家知道他打贏了 都不用跟別人打 他就優勝在這裡 在这广阔世界上 看不到人悲伤 人群里有我们俩 在这广阔世界上 看不到人徬徨 爱的世界有我们俩